宜蘭鎮圍的一處海灘上 日前被發現出現了不明的金屬碎片 有民眾懷疑是飛機殘骸 而經過了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調查發現 碎片是屬於材質就輕的複合材料 上頭有手寫的簡體字 疑似是飛彈殘骸 好 大概一個人 手掌寬度 宜蘭鎮圍永鎮海灘上出現一大塊金屬碎片 發現民眾議論紛紛 大家眾說紛紜究竟是什麼 沒人猜得出來 現在謎底揭曉經過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的協助調查 發現這塊追撞物上有手寫的簡體中文 屬於複合材質 應該不是飛機殘骸 我們綜合判斷呢 它應該不是那個火箭的殘骸就是飛機在打靶的一個標的 而且這個簡體中文呢 它本身是用手寫的 代表它是一個 我們講圓形 也就是說這個測試的一個圓件 經由預安會專家鑑定已經排除是民航機或是公務機的殘骸 目前追撞物存放在宜蘭撞圍海巡的儲存所 未來相關研究機構有興趣都可以來進一步解釋 記者綜合報導 再一條大道的連天 by bwd6